大家好 刚才是手机太烫了 我们这才28度 手机就烫成那样子 不给干活了 停 我一看 储存量很大 我都删除了昨天的 怎么为什么不动了 电池也满满的 后来一摸 哎呦 烫的 所以我赶紧就关机 再歇了一会儿了 然后再来接着讲 就是说 所有的高层的两派打斗中 突然被自杀 或者是自杀 或者是被杀 或者是事故死亡的 很说不通的事故 怎么那么大人 就怎么着就非得 执着于某个镜头呢 他只是解释了给听众听 实际上他们知道怎么死的了 就是这意思 所以我们质疑 这么大的一把手 怎么可能是 这个 因为要旅游中要拍一个镜头 然后就摔到了 就死了 这是太是软棉花捏 软棉花捏的 你们去看一看 如果不是现在媒体曝光的厉害 那海伍德的老婆还不是感谢谷开来一辈子 他根本就不知道谁杀的他 他夫君嘛 这个很多钱袋子大伤人突然死亡 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死亡 不明不明就死去了 就因为他 提给某人当钱带着的那个某人已经不得志了 在权斗中失事了 那年花开月正元 沈家和吴家不断的死人 突然死人 都是因为贝勒爷派下来的一个 这叫什么 党代表 不是党代表 特派员 那年也不叫特派员了 就是说他是 有点像县人 有点他那个作用像县人 但他权力都比县人大 他到贝勒爷那儿去领工资 然后开始不敢贪污 后来慢慢慢慢自己留了个心眼 说贝勒爷一倒台怎么办 自己也要有点积蓄 所以他就开始自己 结下来一些钱就开始贪污了 就是这个杜明礼 他害死了沈家的 这个大少爷 然后又栽赃给吴家大少爷 非制造一个假乡 让大家都觉得是吴家大少爷 傻的 然后他杀死了颠倒黑白 诬陷 这个写这个阴阳罪状 然后把那个吴老爷的发小 一个药材商人 就给搞的卖的良心 去出卖吴老爷 结果吴老爷 生意正如日中天的时候 就突然 因为什么什么军西药材里头 缺一个关键药材 这就等于是判杀 判杀头罪的嘛 反正是 然后他还做伪证 都是杜明礼穿腾着这个 胡 那个药材商 然后把 把那个谁给诬陷的 而杜明礼在这四千 为什么 能够打赢呢 就是上头打斗 然后他写了一个密告的信 然后诬陷说 军需物资的药材中 吴老板 参甲了 那参甲他就得去作假嘛 他就把吴老板的真实的 货真价实的药材 真的就弄成了 雪节换成了披霜 他是止血的 那你换披霜就不止血了 但吴老板从来不干这事 从来都是教育自己的儿子儿媳 要遵守伤道 要诚和信 哪怕 周莹建议他作为儿媳 他知道 爹达损伤 的药材 还有一种特别 值血便宜的草药 叫牡丹草 他建议让他代替这个 他也不代替 这就是吴老爷的为人 所以说你说他军西药材 会穿甲用雪节 昂贵的这个药材 换成了这个松香 那个周莹是死也不相信 他就是一直认为这是冤假错案 他认为是被诬陷 他一直就是要报这个 招雪这个仇 一直在调查各种线索吧 后来就最后调查调查 就知道是胡老爷那个药材商 鬼迷心跳 这个听了杜明里的钱财贿赂 和残言吧 把自己的好友和发小给诬陷了 后来他自己就上吊了 就等于他把人家吴老爷害死了 他自己又上吊了 然后他这个女儿呢 就非认为是 这个这个这个谁啊 周莹害死的 因为周莹在 他老公公的墓前 吴老爷的墓前 去悼念路过的时候 碰到这个胡老爷在那里 忏悔 然后他就扑上去说你 你诬陷了你害死了我公公 然后呢 第二天在 在在在在 那著名的药材商人胡 胡某啊 就上吊自杀了 然后呢 胡永梅啊 就认为是 周莹害死的 然后就又又又反过来 又要报杀父之仇 在杜明里知道吗 整个的过程 他就一直都在利用这个 他把沈家 吴家 胡家 都给搞死了 他又去利用沈家 二少爷去恨 吴家 大少爷 然后给人打的半死 然后又去利用 呃 沈家的那个婶 又去又去 毒 下毒药 害那个 沈家大 吴家大少爷 然后又利用这胡永梅 要报杀父之仇 呃 又去 要把周莹的所有的生意 都给搞垮 就是只要 他他现在这个 呃 吴家 这个 这个 被诬陷 军需用品 作假之后 呃 杜明里的目的 就是为了 把军需的所有的 供货量 呃 这个提供量都交给这个 呃 沈家 后来他他就成功了嘛 沈家就以后就一直都是 呃 这个药材上 呃 专门供朝廷的军需 就取代了 原来吴家 就是说 通过这些你都能看到 当 今年 红朝百年 红朝百年末日 打斗 如何 突然死去那些钱袋子 还有如何利用钱袋子 还有一丝试了 另一方如何把这钱袋子灭口 呃 呃 自己一方吧 自己原来用用钱袋子的那一方 如何把钱袋子灭口 都能看到 因为他失事了嘛 失事了怕那个 自己的自己的对手 呃 去找这钱袋子要口供啊 那不是罪上加罪啊 因为钱袋子知道他 他欧了国家多少银两嘛 所以他就一个一个钱袋子 突然死亡 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海航这个人 王剑突然死亡 我看也是这个原因 他知道的太多了 也该死了 不管是 其实前面那几个什么 总证那个张什么什么自杀啊 那个我一直都不认为是自杀 那个绝对是 他死以后对一方有好处 对一个一个 现在在位的掌权者有好处 或者是在监狱里头 被审查的一个 没有定案的一个 权斗的失败的一方 少点罪行 有好处 还能关乎原职 就都是因为这个 突然一个伤人就 死亡 所以 大家要想知道 当今红朝 今儿死一个 明儿死一个 什么海航啊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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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现在看来陈小鲁那个死都有可能是假的 就是他不是去了一个 谢尔顿整家五星酒店吗 回来以后再死的吗 中共 让李治水死亡也是 一星期以内死吗 他不是 从那个 酒店出来 他就有一种药物 能让你 从酒店出来的时候没死 但是你的死因绝对是因为你 在酒店里吃了 磨磨磨 给了啥啥啥 所以 大家要 火眼金睛了 这后面还不知道死谁呢 哎呀 但是从 世外高人 看到的这个 情况写的这个 江泽民奇人 这本书的情况来看呢 他们这个不一定 这些这些 世外高人 还有谁谁谁 背怎么样啊 还有一个好消息是 共产党比较害怕又不敢报道的 就是中共建党的第二天 贵州省 神山 樊敬山 在巴林 麦那麦 举行的 世界遗产大会上 获准列入世界 自然遗产名录 难怪 共产党如此低调 樊敬山 成为神州大地 第53处世界遗产 第13处世界 自然遗产 是贵州省 继 利芝 喀斯特 赤水 丹霞 施 丙 云台 山 之后 第4处世界自然 遗产 地 也是贵州省首个独立申报的世界自然遗产项目 至此 贵州成为中华民国大陆地区世界自然遗产数量最多的省份 这当个新闻就报了呗 它不报道 这还是人民报上报道的 其实贵州省有一个最应该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的奇观 那就是2002年6月在贵州境内前南州平塘县 掌布乡 掌布河谷风景区发现的2.7亿岁的天成长治石 中国共产党王这个要申请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一申请一个主 而且会轰动世界 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结果共产党不报道 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